大家好 台聲先跟大家 不缺 因為感冒好不利 有時候都會嫁嫂 所以演講很可能會 看到我嫁嫂 好來 你們有愛台灣嗎 有 你們愛台灣 不愛台灣的人就不會來這裡 對不對 是喔 華僑喔 應該是台橋吧 不是華僑吧 怎麼會是華僑咧 住20年喔 你哪裡人 然後台灣是 彰化 台橋 OK 好 你們怎麼會來參加 台橋怎麼會知道要來參加 這個課程 朋友 網路 王先生 跟你介紹的 會來參加的很不簡單 因為基本上會來參加的是有那種求知求真的那種 基本信念 才會想要來參加這個 民政府的課程 我剛剛問問你們有愛台灣嗎 你們跟他們有對不對 我問第二句的 你們有疼台灣嗎 有疼 有多疼 中國人最愛台灣 政治上面說的都是愛台灣 但是我們在心來 其實 本土台灣人 很喜歡台灣是因為我們出生於這塊土地 對不對 這塊土地我們就有這麼出事的 這塊土地把我們養大 是不是 所以我們對這塊土地有疼 是很自然的表現 但是我們在臨地上面那種改變過之後 我們這種疼的動力 這三省錯誤的行為 這三省錯誤的行為 我這個課會跟大家說 我們因為經過 70年 70年的讀化教育 可能移民海外的 這種讀化教育就比較少了 比較小了 70年的思想讀化教育 產生了認知的錯誤 認知的偏差 一旦 知識 認知錯誤 有偏差 你的行為 就會有偏差 或許你認為你在做對的事情 但是我們的根本問題是在思想上 認知上 思想完畢 台灣人已經思想完畢 已經分別 沒辦法分別 清楚 什麼事情是真的假的 什麼事情是對的 不對的 台灣民政府是真的假的 大家心裡其實有一些疑問 有人說台灣民政府假 是一個詐騙集團 到今天又有人這樣說 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在全台灣 開很多辦公室 有些開在警察局裡面 我們假設他是假的 是假的 開在警察局裡面 一個假的詐騙集團 開在警察局裡面 光明政大 都沒問題 大家要去思考 來 這是我們禁政局 禁政局 在這個 美國的 這個翻譯一個 文件案 這裡有一個 deny petition deny deny 那時候 就很多人說 網路把他打下去 deny又叫做駁回 又叫做不受理 自自不理 這樣 deny 去那時候 其實我英文也不好 我也想說 在哪裡可能 這個案件 不受理 還是說被駁回 問一下 教英文的老師 也說駁回 這樣 可能這是假的 這是我們 在美國所聽的 律師 他來到台灣演講的時候 我們裡面的動心 就向他問 deny是不是reject 是不是回絕 他就跟他說 deny不是reject 否則deny是什麼意思 他的英文 那時候 他用一句英文俗語 我聽到記憶深刻 他說deny means 意思就是 today is not your day 今天你的時機不好 時間不好 政經不夠成績 資料不夠 所以 暫時 歡迎 沒辦法 幫你這個案件 做一個 適當的菜館 就很重要 那時候 我想說 這所有的都 不用再去 教義說 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 英文我們有比外國人更厲害 沒有啦 我們他們自小的 在吃冷的時候 聽到的 聽到的語言就是英文 是不是 我們再怎麼幾天惡 我們也沒有他們更厲害 變過來的一樣 他們再怎麼幾天惡 學台語 也沒有我們自小的聽台語 學大學一樣 是不是 沒有 黑色的黑叫做black 對不對 很黑的 美人怎麼說 真黑 真黑 真的black 如果黑熟熟的怎麼翻 黑肉 對不對 black 對 黑熟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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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的一個 說 發音的判斷書 我就認真去兵里殿 這到底是在說什麼 我就想說 民進府可能 假設民進府要騙 這種字體都 檔案 電腦都找得到 他編出一個判決書來騙我這樣子 我假設這樣 所以在我們後面有一本 找到台灣最終關係地位報告 第三冊 第七百 七百三十幾頁的時候 就是有這個判決書 我就看到那個東西 我就想說 你們自己裡面的人做的 我就上網去找 真的找到 這網址在找到 這個東西是放在美國的網站上面 這不是民政府 單方面可以編造的 這設立辦公室 在美國設立辦公室 他們這會 這會開 大家有看 有看嗎 他去看看 有現場看的 我就是怕看不到 我6點就開電腦 在那長短 不然你如果時間夠開 你就看不到 因為那線上是有流量限制的 這是美國 在美國申請的Foundation 這個文章 在台灣 在美國也有這個 有這個 Hollywood的報導 華盛頓郵報 在台灣的自由時報 這就有13次以上 聯合報有12次以上的報導 中國時報也有6、7次以上 蘋果新聞 蘋果1電視新聞 三立公視 中國中時電子報 聯合新聞報等等 都放這麼多民政府的消息 但是 你們有沒有看到 不要看過 有13次新聞也有報 很多的資訊 暴露在 台灣 的媒體 但是 台灣人 又看不到 又不像人 又又不知道 甚至 保證 所以 台灣人的 思想已經 緩繞到 這個東西放在臉上 他保證這個東西是真的 家的東西 用說的 說到你 像真的 要去這裡相信 之前去這個四季飯店 我們班長 你今天去看不到 因為現在又在美國 他選一名 他高三組的 他就去那 躺北體 像我沒這個 原住民 那是他們的裝扮 人家覺得你這樣 是真正的原住民 你穿西裝 好像沒什麼 原住民 這就是要表現說 我們本土台灣的一些 多元文化的特色 他們在那裡有宰歌宰舞 這樣子 他們政府去 跟天空很受 因為日暑美 在那日暑的關係 日暑的關係 有人說 鳳宮 他可以出現 民主府的旗子 有人不相信 說這是合成的 這個合成 真的很吃肉太好 再去參加這個 把靖國神社 祭拜那個 靖國神社的那些 那個魏林祭 有去參加靖國神社 大家知道 為什麼要去參加靖國神社 過去進去 我們台灣人的 進去 這個 我們去 去 gun 他。 梅 為什麼會去青國神社 我們去進去 進去 進去 神社之前有人說 你這 會 國民外交 去告白 攀關西 台灣人那種訴訟 都會找出一個完全反方向的理由 為什麼要去金國神社 我不會來民間公信像我也不知道 快點我們有三萬九千幾名的 戰敗 陣亡的 既然我們的上司生命的 我們的那些前輩 那個牌位是在裡面被供奉著 金國神社 我們去參加金國神科的慰寧記 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不是說要攀什麼日本關係 不是要說什麼國民外交 不是這個原因 可是我們在 在中華民國的黨國教育裡面 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你將來不知道我們有 先拜 那個神主在那裡了 今天我們知道的很多人去 參與那個慰寧記都很感動 因為這個是我們被抹掉的一個記憶 歷史記憶 這是自由時報 有看這個功格 還是有人不知道 是不是 蘋果日報 這剛好你看 隔壁說Chinese很看不開 很看不開 美國的官員來台灣演講 大家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去年到月 很多人不知道 他還去我們國酒 參加參會 國酒的演講 這個高雄酒 這個台中酒 這個台南酒 其他酒也有 我是沒有給他 一個詐騙集團 競然有辦法 給一個 美國的 這個 政的官員 可以來你這裡演講 這個官員來演講的時候 忙碌就一堆人說 要嫁 請認識演員的 整個很盛 所以台灣人頭上 已經很頑囂了 他說這個 他這個 退休的 要去演講都也可以 什麼 是 人家 還是說人家的 心分 扁到很低 我請問大家 一個美國 司法官員 他退休的時候 可以慶祭去演講 那不可以 他覺得 他們國家的一個 固定法律的 犯罪 那不可以 他能好 cont 伊斯蘭國去演講 還是他再去一個詐騙集團演講 可以這樣嗎 所以如果邏輯和回想 這都是一些 垃圾的廢話 這是他在台北的國際會議聽所演講 演講的內容 跟我們的新台灣論 我們的論述 是一樣的 這是美國的這個 國家去這裡的咕嚕部 在這裡有些有關 這個疫苗四六年 這個 國籍 的關係 這是一個新聞 這是我們去 要課之前 我們的一些文件 放在網站上 這已經受理了 這個案件我們現在再加這個 已經受理了 就是 我們這輩的人 去參加 這個美國 華府國際記者會 大家有些什麼看的片段 對不對 就是這些人去參加 這個現場 所以你看看他有看 美國這個 民政夫基 這個是日本基 民政夫基 這個 富林的演講 有沒有 他剛才那個 同一個 這是我們 美國請的律師 同一個人 這群人 這群人不是在演戲 我們是在做一個 正有一個目標 我們在往前進的事情 台灣人輸送策略 這些東西都假 什麼是真的 投票選出台灣的總統 比較是真的 變成這樣 來 簡單的邏輯測試 看我們頭部裡面 還存多少 比較 熟地原來 天性應該要有的東西 來 到北庚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吧 太陽光就是北庚 有人說 我 黃昏 黑昏 看的都是黃色 因為大氣層的關係 在不同的時間 但是太陽光其實是白光 白光 有紅光 有青光 有黃光 對不對 有沒有黑光 有 有的請他手 你覺得有黑光的請他手 不用煩惱 在這裡不對 沒人會自己命 沒人會自己堅決 我們現在是一個 上課有一個互動 我可以知道你們的認知到哪裡 來 你認為有黑光的請舉手 你認為有的 好放下 你認為沒有黑光的請舉手 OK 沒有舉手了是不是 不太確定怕我射陷阱害你們 我清楚 好 其實沒有黑光 光 就是 白色的 但是因為不同的 我們看的是紅塵黃綠藍鏈子 我們看的範圍就是在裡面 所以我們看到紅色的 標示 這個紅色的這個部位 翻射 白色的光裡面有紅色的部分 翻射紅色的光波 但是黑就是完全沒辦法翻射 黑就是不能反射光 所以它才會是黑的 所以沒有黑光 所以沒有說 舞台打了一個黑色的光 那個人就看不見了 不是 沒有黑色的光 有無黑色的小白兔 有沒有 有的請舉手 你幹嘛 我問了這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有沒有黑光 第二個就是 有黑色小白兔的請舉手 有 有好放下 沒有 你覺得沒有了請舉手 沒有黑色小白兔請舉手 好放下 為什麼沒有 快要接近真理了你看 然後呢 有沒有黑色的小白兔 還是有 我們就是在這個錯誤的邏輯裡面循環 黑色的叫小黑兔 白色的是小白兔嘛 對不對 灰色的是什麼 紅色的咧 沒有紅色的啦 可能棕色的 紅色啦 來 我剛剛問大家的問題的時候 有沒有黑色的小白兔的時候 你們心中想到 你們的印象想到的是 右邊這一隻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在語句上 是不能這樣承受的啊 這就是邏輯性 還是 中華民間每天都要算這頭喔 他會跟你說有黑色的小白兔喔 他也跟你說有白色的小白兔 你也都不覺得奇怪 你都不覺得奇怪 同樣這個問題啊 有無 這個的不要看啦 有沒有 有無就是有沒有 有沒有小黑白色兔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啦 不是交配啦 這個白色兔叫做小黑 小黑白色兔啦 小黑白色兔啦 我們家的拖子白色的沒不對嘛 要叫他小黑可以嗎 可以啊 我叫他小黃也可以啊 我要叫他 我要叫他阿扁阿九 都也可以 那不行 這個就不牽扯邏輯啊 他是命名的原則 來 我們錯誤的思想教育就是這70年 這10年跟我們台灣人的頭上洗到混亂了 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這70年裡面出生 在70年裡面回天國的 都不曉得這一生 我們在努力什麼 因為我們的歷史被 嫁接啊 錯接啊 讀化教育開始就從這個時候開始 日本向中華民國投降 是嗎 日本是向中華民國投降嗎 不是吧 所以啊 你說的對 向盟軍投降 所以他這邊有 盟軍有四個旗幟 向盟軍投降 這是正確的 日本是向盟軍投降 不是向中華民國投降 只是 在這個投降典禮裡面 中華民國 是盟軍的代表這樣子而已 代表接受投降 為什麼要有辦這個典禮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就是戰爭法國際法的問題啊 我說我投降嘛 我們政見我投降嘛 投降 投降就沒事了 投降你要告諸公告示人啊 你要辦一個投降典禮啊 要簽這個投降書啊 你要辦這個儀式啊 不然投降就好 沒事情好 你過你的生活我過的生活 是這樣子嗎 戰爭從開始戰爭 到結束戰爭 投降 簽條約 這一連串 複雜麻煩 琐碎的事情 都有法治規定 既台灣人過期都不知道啊 我們台灣人過去不知道這些事情啊 我們只被圈在 在中華民國體制 裡面 過生活 思想 這樣子 雖然能夠到國外去 我們以為跟世界接軌 其實一點都不啊 我們看一下影片一 等一下那個影片二立開到Stand by 好 啊你空氣 你不知道什麼要跟我們燈走 啊 啊 日本啊 日本跟我們燈走 你怎麼知道 日本燈的 我們都在美鳳峰學 都不知道 這是你哥 啊 那就是 日本燈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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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跟你說啊 你說你知道 那時候在 照美鳳峰學 都不知道啊 那時候都不知道啊 啊 啊 你以前住在台南 台南 對啊 幾十家 哦 所以你的印象就是 日本人跟我們燈走 對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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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日本啊 我們在日本那關 對啊 那時候日本那關 那時候中國來的 中國來嗎 中國要來嗎 中國要來啊 以前後來 中國不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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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日本要回家 我還知道 那時候是有的 哈 日本要回家 什麼問題 對 所以就是這樣子嘛 他說齁 一台都要共嘛 欸 欸 外面控制 可以控制嗎 欸 有電 我們就是這個問題啊 台灣人就是這個問題啊 你從他的語言裡面 可以抓出他的邏輯 已經錯亂掉了 他說我們日本那關的 啊 日本那把我們控制 你 還是這樣 但是你要不來民政府進行怎麼知道 知道 知道 知道他把他手 好 有很多人不知道嗎 很多人不知道啊 很多人 很多人 被駕接歷史說 我們中國人 八年抗戰 抗日 變成說 欸 我們中國人喔 抗日 我們被日本轟炸 變成是這樣子 其實那個姿勢已經 錯接了 已經錯接了 所以 很重要的一點 這堂課很重要的一點 我們要把台灣 跟中華民國這一條連接線切開來 這個觀念一定要切開來 台灣不等於中華民國啦 這個觀念想切開了 切開你就精神了 要不切開就像我們大家 像植物人 在人民城 在做幫 幫得很好 很好吃 這個體制怎麼樣呢 我們醒過來了 你趕快要做什麼 幫你煮一隻馬車 又倒下去了 為什麼 因為你倒在這裡 你出年的人 才會嚇壞我 繼續跟你試 是不是 我們大家都像植物人 我們活在這個 虛假的國家概念體制裡面 我們以為我們有國 我們以為我們有護照 以為我們有總統 以為我們有民族 以為我們有選舉 可是 去到國際 到處碰壁 有人說 中華民國這個護照很好用啊 怎麼會不好用 我去到每一個國家都很好用啊 我告訴 我就覺得不好用啊 我去印尼 亞加達 去海關 說 你要給我一些錢 欸 為什麼會這樣 我看美國人去就沒有 他就看你的顏色 綠色 你這個 假的 所以你要給我一些錢 我再跟你講 中華民國已經死了知道嗎 知道 怎麼死的 那個我們只是知道了 那個我們只是知道了 可是 一個 他認為中華民國還存在的人 還活在那個幻覺當中 我們來看 由蔣介石親自證明 中華民國已經死了 我們看一下影片2 就告訴大家 到底我們怎麼樣給1912年成立的所謂中華民國的定位 誰都沒有否認啊 1912年 清朝 告一段落 中華民國成立 大家都承認啊 可是到了38年以後 1949年 中華民國還有沒有 照著世界史的說法 照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說法 照著我李敖的說法 中華民國沒有了 可是 照著在台灣的 蔣介石他們這些黨羽的說法 中華民國還存在 只是到了台灣 我給大家展示過我那個資料 那個資料呢 就是蔣介石的一個秘密資料 蔣介石在1950年3月13號 有一篇秘密的演講 叫做 《復職的使命與目的》 請注意哦 這是蔣介石的親筆字啊 他裡面談到 他說中華民國 王國 中華民國 王國 中華民國 已經滅亡 告訴我們 1950年3月13號 蔣介石的秘密談話裡面 他承認中華民國已經沒有了 可是這個真相 他當然不會告訴台灣的全體的 這個中國同胞 他說中華民國還存在 這麼一個幻覺 我告訴大家 一直延續到今天 有一部分人 不是一部分 是大部分 蔣介石親自 是 證明了中華民國 秘亡 他說這個文件是1950年 就今我們和平條約是1952年 比佔領 我們的土地 因為佔領 比軍事佔領 被軍事佔領 在簽和平條約之前 都還沒有處決 這塊土地 所以這塊土地是屬於誰的 日本天皇的一直都是 可是和平條約裡面 也沒有對台灣這塊土地做一個最終處理 都還沒有 所以原來是誰的就是誰的 對不對 中華民國是完全被封殺的 但是 這個治理當局 對國內的人 還一直以中華民國的名號 打了這個旗幟 在洗腦台灣 統治奴役台灣 我們看一下影片3 馬政府實施外交修兵後 台美關係真的逐漸回溫了嗎 就在馬總統上任後 第一個雙十國慶的前夕 美方通令駐外單位 不准與台灣進行正式的官方接觸 甚至不得參加雙十國慶的慶祝活動 面對美方大動作 有立委要求 外交部必須向美方提出抗議 馬政府外交修兵的政策 開始發酵 就在馬總統上任後 第一個雙十國慶的前夕 美國以國務卿萊斯的名義 通電所有駐外單位 不得出席台灣的雙十國慶活動 它這個是例行性的 每一年8月第9月初 每一年都會做這個動作 以外交部的立場來講 我們要預請美方重新審視 而且重新改變這種方式 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但是真的是例行通則嗎 美方不但全面禁止 參加台灣的國慶活動 還要求官員不得進入台灣的官方機構 更不准直接與台灣官員進行通訊 美國國務院更強調 台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凡是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在台灣等字眼 一律不准出現 對外統一口徑只能使用台灣 消息傳來立委各個有話要說 你自己都總統都自己會說為一個地區的首長呢 那人家國家 別的國家為什麼要尊重你為國家 好 這產生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喔 國民黨人士已經拋棄了中華民國這個招牌 但是民進黨人士卻擁抱這個招牌 中國的官員 陳雲林來到台灣的時候 一個人去擦中華民國國旗 他被警察收拾 那是他問到他會記 收拾之後 你知道喔 批判這件事的人喔 是民進黨的 國民黨都點點 比較奇怪 所以他剛才說嘛 中華民國這個名稱 中華民國在台灣這都不准用 美方一致的口徑 就是台灣 可是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的國家 這個問題誰造成的 美國的模糊政策造成的 可是 台灣人本土台灣人完全沒有聲音 我們一直在這個 原來舊的體制 中華民國的這個 虛假的體制裡面一直打滾 無論選舉 無論你騎到一排 無論你戰車到一檔 我們都一直在這個 舊的制度裡面打滾 但是永遠沒有本土台灣人的聲音 因為你在這個制度裡面 你所拿的身份證 就是中華民國國民 所以這個身份證 ID卡 就證明了 你是中華民國國民的身份 你不是台灣人 我們都不是 一直到我們去隔美國 之後 我們把美國訴求 請他們給我們辦這個 台灣政府身份證 我們還有一個 法律文件證明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這個法律文件證明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還不是黑白做的 是經濟過去 我們的祖國 我們祖國哪一個 日本 我們說過去的台日本帝國 是因為那個時候的 負負負責負責負責責負責責負責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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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有法源預計的 這不是慶祭說 你要做就可以做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就是我們今天去 最愛吃我們的禮責問題 因為我們很疼 這個土地很疼台灣 結果 我們這個禮責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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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傳統的外省的二代三代 其實他們很賴台灣 他們對這塊土地的認同 是非常深刻的 但是我發覺有一個問題 他們如果用中文講話的時候 他說我們中國人 怎樣怎樣怎樣 他也要說台語 我們台灣人 他在用不同語言的時候 他就會置換他的角色 但是有一些人 他真的是很愛我們這塊土地的 當然他也可以申請我們的身份證 是沒有問題的 來 那我們中毒的現象有哪些呢 就是這種 我們會拿一個流亡政府的旗幟 我們把它當作是代表台灣象徵的旗幟 甚至去到國外 大家對加油參加任何的國際賽事 我們都跟外國人宣稱說 我來自台灣 這是我的國家 我們的國旗 是這樣 所以外國人 沒有了解歷史也說 對齁 你們台灣是這個 但你在法律 法律的層面上 這種東西都衝突矛盾的 所以很多人喜歡拿這個旗幟 到處宣揚 我是台灣人 國際人 國際的朋友 也是以為這個就是台灣的國旗 然後他們永遠搞不懂 為什麼這面國旗 在國際場合沒有辦法出現 永遠搞不懂 中途的原因就是交友到媒體 最近的一個 這個 民調指標 這個是 中毒的問卷 所以產生中毒的答案 加深大家中毒的現象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你注意看 他的問題 問題問對問題才會有達到 有效率真實的答案 那問題問錯了 你就永遠在那個錯誤的問題的 真跟假裡面循環 第一個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你支持的請投票 不支持的請投票 打我出來 65.8% 大家認知都是這樣 媒體的教育就是這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把這兩個等同了 然後呢 這第一層的問題 已經設限了 你回答完之後 自然你問了第二題 你就會打出 這個沒必要的這個答案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這個前提都是一樣的 有無改變國號 建立新國家的必要性 74.6%不必 不必要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在一個中國的 那個政策之下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等於中國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等於中國 所以我們要統一了嘛 對不對 如果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我們就走這條路回去了 就會回到統一的框架之下 所以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我們台灣 跟中華民國 其實無關 中華民國是外來的 減贏 健康 我們把他拔出來之後 人家要統一 整個都冬冬過了 人家說 腳趟洗衣服 要拚水 孩子都拚 都拚掉就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影片三之一 我們按照的 我們要分享你的 我們要分享我們 這次的事情 我們要分享你的 口袋 入家 好 這樣緊張 這知道原理吧 知道齁 扯扯作用 那一杯水 就是媒體 今天的那一杯水就是教育體制 就是媒體 我們透過這杯水所看的東西 完全倒閉了 之前那劑頭是向左邊的對不對 水倒下來怎麼會變右邊 我們都一直透過這個 杯子在看 國際的新聞 媒體以及這些所有的事情 當然也都看倒閉了 媒體的解讀 要把這一杯水 拿開 倒掉 或者 你要有認知說 這一杯水看的東西 要反過來看 這叫媒體解讀 美方的態度 美方是什麼態度 我們看一下 影片是 美方的態度 抗文爆炸 再來看到這 後座力也是蠻強的 就是先前 在2015年1月1號的時候 是我方和美方 在雙向元 舉行了元旦升旗典禮 更號稱是台美雙方 斷交36年來的首次 有想到大陸方面 是進行抗議 美國國務院也做出了回應 好 剛才看到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他是低頭看著稿面 看得出來是有備而來 他在記者提問之下 就表示說 雙向元升旗 的確違反了 美國的一中政策 而出來駐美代表處 在台美斷交36年來之後 首次的舉行 雙向元的元旦升旗典禮 已經引發大陸外交部的抗議 同時也向美方 提出了嚴正的交涉 好 為什麼要看這個呢 他說 台美斷交36年以來 對不對 對喔 台美斷交36年以來 是對的嗎 台灣黨是跟美國建交 台灣有跟美國建交嗎 對 所以中華民國跟台灣 這個線要切斷 要切斷 當他們在說台灣的時候 好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置換一下 從華民國這個體制 改換過 你就可以比較清晰的看出 清楚的解讀 這個媒體在講什麼 所以說台美斷交 我想說台美人是斷交 但是我們台灣人都很自然 覺得這是很正常的 真的是健康的論述對不對 文字就是這樣 他用這種文字在搞混你的東西 所以 這件事神旅巡 他回來報告 蔡王人在咨詢的時候 他說這個 台美只有關係沒有外交 什麼關係 台美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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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架構在美國憲法之上的 台灣關係法 以美國憲法為基礎 台灣關係法 一個中國政策 什麼叫一個中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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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對了一半 這個問題牽扯到 他們中華民國 36年前斷交的那一件事情 為什麼會有一個中國政策 為什麼會有一個中國政策 他們跟我們的歷史 我們來看看 他們教我們的歷史 有一個 我去一個民俗療法的 一個阿伯 他讓他推拿 他就在跟我說過 過去我們中國 在什麼時代 我就問一句話 他說中國 三國 為數有 對一國是中國 五代十國 有十個國 對一個中國 戰國七雄 勤處為其韓兆燕 你看 他的讀法的教育 我現在記得很清楚 對一國是中國 中國這個土地 不一樣的時間點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時間點 所以三星的一個 所謂的部落性 部落性值的 一個政治 政治體 都是在那個土地三星的 中國人最愛分裂的 所以 如果讓你分裂下去 有十個中國 十個中國都要加進聯合國 這樣 China 1 China 2 還有China 10 大家都有 否決權 聯合國就不必玩 在既金山和平教育 進政 要簽進政 中國 自己內政 內政 不是這樣 就在這裡 中國 其實在日前 那個時間點 又分過來 毛澤東 一國 蔣介石 黃金偉 都也是國 都以自稱自己是正統 要找什麼人簽 盟軍打敗大日本 對不對 蘇聯 美英跟中國 中國要找誰簽 找不到人 所以一個中國政策 是在防止說未來的發生 你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 在聯合國裡面 只有一個席次 那個席次的名字叫中國 只是這個法人代表 承認的團體是不一樣的 所以 中華民國跟台灣兩個名詞 是在媒體裡面混用的 所以我們在看媒體的時候 要把它搞清楚 把它置換 你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看一下這個影片舞 去外頭排一排站 準備辦美簽 但有民眾投訴 金門人要去美國念書 簽證上的國籍 竟然要改成大陸 開哪才行 很多這個金門人 去申請每簽 要求被關上中國 我們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美國在台協會 不能因為金門是福建省金門 就把金門當的是中國大陸 有民眾認為不合理 因為手上拿的 明明就是台灣護照 天洩申請表示 卻要更改國籍 美國在台協會也指出 因為電腦系統分類 金門馬族屬於福建省 民眾拜美簽十 國籍財會歸類 中國 好久以來有這個 這個設計 不是他們 因為金門 就是在福建省 所以 這就是 好像每年 有 其實有這個問題 一直以來都有的問題 詢問外交部 也只說要再研究 只是金門馬族人 本來想單純辦個簽證 最後卻還要為了國籍傷腦筋 打呼 不可思議 PB新聞總統 報導 去外頭排排站 2 這個新聞 看得懂嗎 金門馬族 辦美簽的國籍要寫什麼 為什麼那個議員會覺得很奇怪很荒謬 為什麼 這就是重點 金馬是誰的領土 台灣的領土 金馬呢 金門馬族是誰的領土呢 不是 所有權 中國的吧 管轄是管轄 你們家的房子 我管轄 所有管轄 所有管轄 你有10間房子 你有1間 祖我 那什麼人在管呢 你混亂 你中華民國跟台灣怎麼切開 金門馬族本來就是福建省的 福建省屬於福建省的島嶼 福建省是屬於哪一個國家的 中國 中國嘛 所以在那出新的人 要去辦美簽 比AIT 給他 中國的國籍 在那個美簽上面 萬有百貨美簽 那是 本土台灣人 他在那些TW 你如果在那裡 他在那些 China Mainnet 這樣 沒有不對吧 沒有 我們現在 主權跟管轄權 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有權狀 其實呢 這要問 這不是所有權狀的問題 就是 這個領土的範圍 在二戰之前 他們應該是說 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 對不對 中華民國那時候實施了一個憲法 他包含所有他過去所繼承的 大清帝國的那些領土 實施憲法在這個法制之後 他如果繼承了這個東西 他的領土 所有權就是他的 但是呢 你問了一個非常好問題 因為 這個問題如果要去探究的話 我們可能會再花更多的時間 從國際法的層面來切入 那我只能簡單的講說 就國際法的層面來說 金門馬祖就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 那台澎就是屬於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 那因為台澎金馬 這四個地區的現在的管轄的所謂的當局 的當局加入了WTO 是以這個獨立關稅領域的名稱來加入的 很多人不知道什麼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獨立關稅領域就是 他這個減領軍在這裡 他可以投這個關稅 所以用這個名字加入WTO 並不是用國家的名字加入WTO 這是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來 所以外國人看得很清楚 我們看新聞都是這樣 剛才那個新聞還有說 他問AIT的官員對不對 AIT的官員跟他說 好久以來就有這個問題 表示這個問題不是新鮮的 不是那一天才發生的 再來那個官員通常都會說 這是電腦問題 請問電腦是誰設定的 對 他說還是人的問題對不對 記者跟問 我們去詢問那個外交部 外交部說 這個問題我們在研究 就是沒效益了 我們在研究就是你找不到答案了 我就覺得很奇怪 像這一類的問題 媒體記者為什麼不像 那個 慈濟或者是鼎心那種 一直連續追蹤一直給他追下去 一直給他報導一直深入報導 為什麼 不行 因為給他挖下去 台灣人就醒過來了 再挖下去 台灣人的身份 台灣人真正的認同就產生了 他的這個統治正當性就消失 所以這種新聞點到為止 台灣人看沒有沒關係 繼續睡 繼續吃喝完了 看黃色小鴨 繼續看煙火 喝喝炭錢 炉油消費 納稅金 這樣 就是這樣 媒體辨識法 來 他以為我們跳這張 你看細菌的時候看賣金 你會用到一支 右邊的 你會不會用這支 你看月亮看星星的時候你會用哪一支 左邊這支 望遠鏡 天文望遠鏡 這顯微鏡 你看星星月亮怎麼可以用這支 可以 太不可以 你看沒有 可以用 我說可行性 但是 它不適用 你如果看細菌怎麼用這支 可以用 你看沒有 沒有 看細菌是很久在你用的 但是你 沒辦法用正確的看細菌 你就看不到正確的事情 屬實 這樣 所以我們看媒體呢 看文件 就是盡量看原文件 而且是多方對照 有不同的版本的中文版 英文版 法語版什麼版 你都可以對照 越多版本對照就可以逼出 逼出最真實的意義在 AIT的網站 你上網你就給他申請 每千他就有一個 每千小幫手 注意看 這是我發覺 很有趣的現象 每千小幫手 這裡有一個英文版本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中文的版本 你如果 英文就全部變成英文的 第一條呢 你是不是美國公民 中文是這樣想嘛 你是不是美國公民 你注意看這個公民喔 然後你在美國出生等等 挖起英文版 citizenship 這個是美國公民 公民就是這個 citizen這個字 scitizen這個字 citizens 你的雙親是不是 美國公民從出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了 這是第二題 你是否為台灣公民 公民應該就出現了對不對 那英文版本 他應該要寫citizen才對 然後他這邊有寫說 你有沒有持有 電子晶天護照等等 以及 即就是end 具備身份證號碼 然後這邊有寫喔 台灣公民 加 具備身份證號碼 那看英文版 英文版 英文版他變得簡單 你這一個漏漏漏漏 你英文版他說 你有沒有 e-passport 就是電子晶片的護照 為什麼他沒有出現那個 台灣citizen 為什麼沒有啊 那為什麼 這邊寫的是 台灣national 而不是台灣citizen 我們如果看中文 光看中文 我們就已經讓過兩條很多東西 很多消息了 我們只看中文就會被限制了 限制在中文的思維 中文的定義裡面 加了一下嘛 你有沒有個人的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上網就查嘛 national 國民 所以我們給國民身份證 沒錯吧 citizenship 國籍 citizens 公民 所以在那個 網站上面你去看的時候就會發覺 外國人很清楚啊 很清楚你的位置 你的身份定位是什麼 你是citizen 還是national 很清楚 可是我們都搞不清楚啊 我們拿著國民身份證去投公民投票 這個 沒有什麼 台灣電子晶片 他還沒有告訴你台灣Paspo 這也沒有什麼 那有 沒有嘛 沒有叫台灣Paspo 所以没有台湾国 没有台湾护照 这大家要去清澈 我们不可以叫我们客厅 封面跟寫台湾 就是台湾护照 前几天发生一个新闻而已 就是这个新闻 台护照 台湾护照被拒民进党妇女部主任哭了 加深洗脑 我们台湾护照 其实我们台湾人都尊重的台湾人 我们尊重的在里面 你看我们台湾护照 去用拒绝啊 我们是不是没有人权 是 我们没有人权 但是你不知道要找什么方法 去找到自己的人权 我们看一下影片6 还要告诉您中华民国护照 现在居然成了抢手货 由于全球有129个国家 给予台湾免签证的优惠 就连美国也给了台湾免签 使得中华民国护照 现在抢手到 连对岸中国大陆的民众 都开始纷纷写信 咨询表明想申办 据说这信件有如雪片一般的飞来 喜欢台湾吗 很喜欢 很喜欢 很礼貌很能性的 有 路口你一言我一句 说中华民国护照 能到100多个国家都免签 现在还有对岸人民 想移民到台湾来 大陆的邦交国有171个 可是只有20多个国家 给它免签证的待遇 所以最近我们外交部 收到来自大陆 100多位大陆人民的申请 希望能够换中华民国护照 马总统喜自私 说连大陆人民都封台湾护照 事实上外交部这两个月 就接获408封对岸的询问信 有人披头就写 马总统您好 本人全家拥护三民主力 随便一点点 好 准备暂停 你评播 这边出现台湾护照的时候就暂停 有人披头就写 马总统您好 本人全家拥护照 你看 陆丰台护照 它到底是中华民国护照 还是台湾护照 中华民国跟台湾要切开 要切开看 阿哥 大陆 请说中国不要说大陆 马总统说大陆有邦交国171个国家 那现在全世界有一个国家叫做大陆吗 今天中国他如果改做大陆 我就叫他大陆 不然他永远都叫做China China其实也不是中国啦 Cina 比较接近 China China Cina Cina 你直译就是 Cina 又不是匹事 我们是直译啊 只是中国不知道怎么翻翻到变成中国的啊 因為china怎麼發音都發不出中國兩個字 好 我們繼續放下去 外交部說大陸民眾想申請我國護照 很難 必須先放棄大陸籍 或是在海外第三國取得永久的居留權 或是在政治 經濟 體育 社會領域有特殊貢獻 例如像是諾貝爾獎得主 或是國際賽事奪牌 這幾十年沒有人依此申請成功 就能說台灣免簽國暴增 連帶的也讓這本護照 夯道 詢問度破表 特別新聞 崔龍群臨上聽到報告 媒體又另外一個名詞很喜歡慣用 把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把中國等於大陸 那這兩個概念連結起來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等於中國 大陸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於中國 大家都是中國 大家都是同一國 就同一了 就這樣 我在更深切的 從語言上 來幫大家解讀 請不要說外審 要嘛就是外國 全部都外國 要嘛你就可以辨識出它是美國 英國 中國 請不要說外審 這是很嚴重的認知的問題 為什麼呢 我說外審 我舉例 我舉例 你更年 你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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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審 我一審 對不對 你一審我一審 你三年 我台灣審 我們都是審 上面的國家是什麼 有沒有 就變成這樣 你在說外審 的時候 你就是認同你的前提 有一個共同的國家 變成這樣 這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沒有台灣護照 他剛才沒有給大家暫停看 陸峰台護照 他有台灣護照 明明是中華民國護照 這個問題很困擾我 中華民國已經死了 然後還有中華民國護照 所以呢 這個新聞台護照被拒民進黨 婦女部主任哭了 那個 台商可以看的 找得到 Google找得到這個 台護照 台灣護照被拒 這個新聞嗎 網頁 我讓大家看一個 那個網頁 我們在看新聞的時候 要注意的那個關鍵字 這個很有趣 你看這個 用這個觀點來看媒體的時候 你會覺得 其實媒體 隱藏了很多的 背後訊息 有說對不對 你用關鍵字就是Google 然後台灣護照被拒 這樣應該就出來了 這裡 來 這個新聞 這個新聞 你往下看 再來 往下來 再往上面看 他說有一個幫助他的人 往上看 沒有了 還是 有沒有那個 下面有寫 有一個 國外有一個幫助他的人 你看 網頁上有看到 所以 我們在那個文字上的使用 要很注意 媒體經常把這些東西混用 混用我們的觀念就會混亂 混亂你就分不清楚 因為從法律的層面 每一個字的定義 每一個字的使用 都是很嚴謹的 都是很嚴謹的 但是呢 從政治的角度 他希望越模糊越好 因為 越模糊 解釋空間就越大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 美方會用什麼樣的 模糊字眼 其實台灣就是一個 模糊的政治語言 台灣這兩個字 剛五 你看一下那個什麼 UDN UDN或是中央社的新聞 應該就有了 這個東西 這個新聞 你注意看 民進黨婦女部主任哭了 這是什麼 訴諸情感 我們感到一個 一般傳統的觀念就是 一個 女生女孩子女人哭了 是值得被同情的 這是訴諸情感的 認同跟凝聚力 這叫做訴諸情感 那就是訴諸情感 感覺就對了 有嗎 沒有 那剛剛那個打開看看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看一下 那個打到死 對 但是我之前我有看一個新聞 他是寫說 另外一個新聞 你如果有人可以去找 另外一個 他裡面會寫一句 他說 那個幫忙 幫你那個人 問一句話 很重要 他說 你還有沒有其他的身份證件 要求他拿出另外的身份證件 要求他拿出另外的身份證件 這個就差別這樣 台灣民政府在辦新聞證件 不論他拿什麼證件 不論他拿美國的證件 拿什麼證件 都好 可以證明他本人的證件 就好了 表示什麼 表示 這個 他們說的台灣的證件 我說的 我們說的這個 中華民國的證件 是失效的 證件 證件不夠 要求另外一個身份證件 來證明說 你的身份 表示那個身份證件 如果拿出來 他的優惠性 比他的貨招更高 對不對 所以 表示這個貨招是失效的 對 那個 國家來說 是不認同的 當然 有人會說 我就可以出國了 對 你出國你是出這個 政治人格 還是理晉白人的國 人要成人還是不成人 站在人權的角度 好 讓你進來 但是有的 政策的條件 你就是不能參與 就是這樣 好 這個 我們選擇 好 他給什麼人美簽 富美美簽 美國給什麼人去美國免簽證 給誰 給台灣關係法的台灣治理當局 治理當局 你看免簽證計畫叫什麼 免簽證計畫 你注意看 VWP就是免簽證計畫的縮寫 來自於 37個參與國 還有一個括號1 網站的時候 你就點這個括號1 點進去 它會產生 它會跑出一段字出來 就是這段 就這段 我用中文的 你看 加帽下 在這些國家裡面 你點了這個 小1 然後它就會跑出一堆字 就是這些字 這是免簽證計畫裡面 對台灣這個名詞的定義 他說 免簽計畫的文件提及的 國家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 在1979年前 台灣關係法 這些規定 他在說台灣關係法 在說 美國法律提及外國 外國政府或類似的實體 或與之間關係的任何時候 這有模糊嗎 說到我們都聽不懂 我們隨著學中文的 我們這種東西都說到我們聽不懂 該詞證應該包括 台灣 且該等法律適用於台灣 有人在說 你看 美國證明我們是一個國家 因為 適集國家的時候 要怎樣 其實不是 是在這個價位裡面 這些國家有參與 但是 他把他定義說 當我在這個文件裡面 要講一個國家的時候 應該要包含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的 台灣這個地方 不是他證明我們是國家 這裡還有什麼 這裡頂頂頂下 大家免簽授權計畫 提及國家之外 你看 提及國家之外 軍英 包含台灣 所以呢 這符合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一直在跟全世界說 一個中國 政策 給他宣導 台灣不享有主權 不能獨立 中國是中國 還是不說台灣是台灣 所以就說 模糊 這都是一種模糊 政治的術語 所以 才會產生 因為你沒有外交部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外交部 這個 治理當局沒有所謂的外交部 它只有這個 關係 台美只有關係 什麼關係 台美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沒有外交 因為你沒有外交部 沒有外交 是美國給台灣免簽的 台灣不是國家 是嗎 這個問題 真的 我們告訴所有周遭的人 說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多數的人會 崩潰 會崩潰 你在說什麼小話 是不是 因為活了那麼久 我們活在一個虛幻的國家體制內 但是 你幫這些人 點醒的時候 他會覺得 你在說什麼 瘋狂的語言 但是實際上 我們從法律層面來講 來檢視 檢驗 台灣 台灣在台美關係法裡面是什麼 你看一下第15條 模糊政策來 大家注意看 台灣一詞 將事情況需要 喔 事情況需要的 在台美關係法裡面 可以解釋的 有模糊空間的 可以做不同 性質的定義 這 事情況需要 包括台灣及澎湖獵島 有聲說 台澎金馬 所以台灣自理當局 的範圍就在這裡 台灣關係法在這裡 為什麼 金馬 他剛才 有人說 我們又 慣了 是不是 中國 他如果要放兩堆 都不要去燦利 有什麼目的 有什麼目的 關係 越曖昧 越有利可得 台灣 台灣就是都不正常 不正常 不正常 第15條 中國也不正常 整個阿周都不正常 台灣如果國際地位正常的話 中國就正常 我如果交一個女朋友 還沒結婚 但是我跟外面的人說 那不是我女朋友 那叫做曖昧的關係 因為我還可以 繼續交其他的女朋友 我都跟外面都說 這都不是我的女朋友 但是我跟他的關係都很好 我跟沒有一個女朋友 他有一天 他結婚了 他沒有跟我討論 他沒有跟我討論 我跟人說 那是我的女朋友 那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但是在法律上 我沒有那個關係 法律上 他跟結婚的人 有關係 有客戶關係 台灣 會不會像這個女朋友 無論多少人 詐欺這個台灣 這樣足夠就是我的 我祖先幾代以前就住這裡 或是說我以前就住這裡 你如果沒有一個客戶 就不是你的 台灣就是有 下官雕用 那就是客戶 台灣就是有 這些客戶 所以 我們該收到 日本天 你如果看 英文版的 你怎麼有寫 這就是我們台灣人 我們 沒有英語 所以我們吃開的地方 這裡 the term 就是這個 這個字 包含 這個語句裡面 就說這裡的島 the islands of Taiwan and pascadores 那叫做 pascadores 不是叫做 澎湖 就這裡 這裡有什麼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我們 點在這個 桌上的 人 不是說 the people of is island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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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保護什麼人 這流氓 政策的這些人 他們就是 他們從外面來 他們在上面 那 我們是這個土地 生產出來 生在這裡的 我們是off 台灣 但是這個台灣 台灣的法 是保護這裡的 但是因為我們就 蓬佩 我們北京 在這裡 也太保護 其實這個上 並不是 國民黨來台灣 讓我們 免於 共產黨的 赤化 不是國民黨 帶軍隊來台灣 保護台灣 其實 用國際法來看 剛才倒邊 是因為他來 占領這裡 但是因為 他失去國家的 圍地 的身份 他流氓來到台北 結果 這個占領地 主要占領韓國 美軍 保護他們 這個人 我們不知道 我們香港 我們也進去這個體責 也保護掉 八二三炮三是在打什麼 八二三炮三在哪裡打 金融三的土地 中國的 要叫做雷前 雷前 變成這樣 這個荒謬的事情 竟然在台灣發生 美國也看在眼裡 但是台灣人自己 不願意覺醒 不願意站起來 不願意 向國際發聲 以本土台灣人的身份 向國際發聲 我們老是 有這種心智 但是我們一直用 中華民國體制的身份 在發聲 沒有用啊 我們在這體制內 想喊獨立 沒有用啊 我們看一下影片七 歷史關鍵時刻呢 自運台的獨家專訪 也傳遞了重大的信息 把我做下來以後 我的問題都是一個一個設計好的 讓他慢慢進入情況 我說美國 我一開始說 美國不是 都反對台獨 對不對 最近這個軍售的問題 我說台灣人說 你軍售 你還給他們技術 有沒有這回事 他說沒有 講了一半的 我突然就問了 我說台灣呢 在報紙上 這兩天在報紙上說 我不需要宣布獨立啊 你美國人反對我獨立 大陸反對我獨立 我不需要獨立 我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句話是對台灣是嚴重的一擊 為什麽 這句話是對台灣是嚴重的一擊 為什麽 他從來不承認你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然後 主權 在 聯合國把台灣驅逐出去 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去的時候 就講了 現在 中國的主權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行使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什麽意思呢 台灣的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也是屬於中國的 是吧 後面這國會給你改 這句話是嚴重的代表 這句話是嚴重的代表 後面這國會給你改 所以呢 像如此 那這個話講以後呢 歷史關鍵時刻呢 好 鮑威爾他都好說嘛 台灣is not independent did not enjoy sovereignty in nation 沒有一個國家的主權 反對台獨 台灣才可以獨立 其實 我過去就是一個 支持台灣獨立的人 我深刻的支持台灣獨立 我所有的票都投給所謂的泛律陣營 我不是任何黨派的人 但是 我從小到大就被灌輸這種思維 要支持本土派的 但是呢 我其實 成長過程 對於一個自我身份認同 有一個轉折 小時候 我自認為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創果人 要做一個乖乖巧巧的好學生 一直到今晚經過世的時候 我老爸跟我說 他說 二月八十五行 我說 怎麼有這種事情 為什麼學校老師都沒有教 老師會教就奇怪了 所以 起的時候我就覺得 我說 我不是 中國人 我是 台灣人 一直到大 去台北 上班 羅斯福路附近那一間 台灣的店 都不會 一些 跟台灣有關的歷史 我買了一本 我是貧埔族DIY 就是說你自己檢查 你自己是貧埔族 我知道 原來我們過去台灣這個土地有貧埔族 這個東西 我知道只有原住民高砂族 我不知道有貧埔族 這個東西 後來比較知道 一個人比較知道 原來 我們過去這片土地是這樣 慢慢去 追這些資訊出來 結果 我心裡判 追兵的煩 所以我家就是煩了 所以原來我是貧埔族 那時候我為台灣人 變成給一個新婚 我是貧埔族 正統的本土台灣人 多數的台灣人是這樣子 再來 結果 遇到了民政府 得到 我變日本人 我從中國人變台灣人 台灣人加了一個貧埔族 再來到民政府 變成原來我是日本人 這是一個轉折 但是 這是不同時期 不同條件因素 定義出來的 那什麼東西 定義最清楚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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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最清楚 為什麼要這樣說 我老婆 如果是美國人 老母英國人 我生出來什麼人 美英人 我母 他們老婆 是中國人 他們老母 日本人 生出來的意思 德日人 我們兩個生出來的兒子 你如果用血統 用血緣 用DNA 你分不清楚 那就用法律上 所以今天我們說 本土台灣人是因為法律的關係 我們說 我們是台日本 帝國的人 是國籍 過去 阿公阿嬤 就是國籍 為什麼到我們這裡 沒去 因為發生很多事情 我們要找回國籍 民政府 讓我們台灣 第二位政策 就是在做這個動作 誰推出聯合國 他剛才說 美國將台灣 逐出聯合國 台灣什麼時候被逐出聯合國 這個媒體在混用那個 語言 混用語詞 是 誰退出聯合國 2758 決議文 這有誰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代表是在中國 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 唯一合法代表 是這個 這裡下來說是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 承認他的政府的代表 為中國在聯合組織的 唯一合法代表 並 後面這裡就注意了 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在聯合國組織 及其所屬一切機構 從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 驅逐出去 這聯合國決議文 屬秀完以後的人 會台灣人再出現 你們這自己打你的 自己做做假的 沒關係 我們看英文 這也是 Expel Forthways 叫一下 將開學 from the place which lay unlawfully 非法 有人又說 屬秀完以後的台灣人又出現 這英文自己打的 叫網址 自己上網去找 這都是在聯合國的網站上面找到的 台灣是什麼會 可以獨立嗎 可以獨立嗎 是怎麼可以 你們朋友會自己問嗎 為什麼不是我的祖先就住在這裡啊 他們島的所有傳統都給你看 你看這個土地是我的 很多問題 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解釋的 這也為什麼 你們今天可以來這裡上課 正正坐在這裡聽 所有的課程 一直在釐清很多 我們過去 模糊不清的概念 什麼人想要獨立 是中華民國人想要獨立 有同意嗎 其實不是台灣人要獨立 因為沒有台灣人 中華民國裡面沒有台灣人 我是在說法律的上面 法律層面看下去 從法律的角度看下去 中華民國裡面沒有台灣人 只有中華民國人 中華民國人在台灣 會變成這樣 由法律的角度 會我們說看下去 由法律的 我們說看下去 拿美國護照的人 所有的 拿美國護照的人 都是美國人 你有清楚嗎 你有親人朋友是 移民美國的有沒有 有吧 他是什麼人 美國人 林書號什麼人 美國人 記者 八百 問他媽媽 林書號什麼人 他媽媽 當然 他媽媽當然說 我孫 我台灣人 他就是台灣人 那種是感情倫動 感情倫動沒有錯 但是 我們現在還在說的是 法律的幹公 法律的概算 所以所有客 美國照的人 都是美國人 美國護照都是美國人 如果所有拿 日本護照的人 日本人 很簡單 我們拿什麼護照 中華民國流亡護照 所以我們的思想認知錯亂 我們拿中華民國流亡護照 我們出去 我們不是說我們是中華民國人 不是說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出去說我們台灣人 所以那個護照上面寫一個台灣 我們就說 我台灣護照 那護照上面寫台灣 表皮他寫台灣 就可以等同台灣護照的話 那我要改成美國 對不對 我們把美國 我們就有美國護照 那不是 不可以這樣 也不可能這樣 因為你條馬輸入到 美國的海關的時候 比一個假的 要穿衣 不可以啦 當然美國不可以這麼沾沾 來 獨立是什麼 我們來輸客什麼叫獨立 什麼是獨立 有國家有領土 人民自治 官島也是人民自治 有主權 大家把 那些東西 那個元素 那個 大家剛剛想到一些概念先保存著 我來說什麼叫獨立 獨立就是這樣 獨立是一個 一個過程 生產出一個 新的國家的過程 叫做獨立 這樣就當然了 這叫獨立 沒有什麼叫獨立 生產出一個新的國家 我現在在說國家 你如果縮小 變成個人來說 我從我們島獨立出來 我鼓勵給大家聽 我讀書的時候做學生 我從我們島 搬出來外面大 大在學校附近 我讀書的時候 三重 出人共養 我在那裡自己可以洗衣服 自己帶得很好 出人共養 我還有獨立 誰人都沒有獨立 我出人又給我共養 我不是獨立 我如果是 已經被壓了 我 不一定生的小孩 被壓 我找一個頭路 那份頭路 無論我會收你多少 我可以在外面自己做家 用那份 不用大人給我共養 這樣我才有獨立 有嗎 我從他對獨立 我從我們島獨立出來 是不是 我是從我們島獨立出來 我不是自己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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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我經過我們外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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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母國一部份的領土 他不是殖民地喔 他是那個國家的一部份的領土 他想要從那個國家獨立出來 其中叫做獨立 所以要獨立 走到這一步的心情 就當然要有人民 要有其他的土地 都已經具備了 這個獨立是假議題在騙台灣人的 我們來看 加拿大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對不對 魁北克不是要從加拿大獨立出來嗎 所以我們從加拿大角度往前找 是找到他的母國叫做加拿大 對嗎 那宗主國殖民地 這是大英帝國時期 所有全世界他的殖民地喔 紅色的部分 當然他自己的國家不算 他自己的國家不算 澳洲 紐西蘭 這些地方 印度都是他的殖民地 然後等到殖民地在二戰之後 全部都獨立了 他沒有回歸了 回歸就到大英國邪這個體制 當然你看看這兩塊土地不一樣 我也是真的完全獨立的 有的是又回到 這個是大英國邪的一個 一個現在的體制 大英國邪是什麼 因為 拼蝶子三個拼蝶子都獨立了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大家庭 獲勝支持 獲勝幫人 這種就是大英國邪啦 蘇格蘭 去年代表要獨立出大不列顛王國 他是母國 他是大不列顛王國的一部分 叫做蘇格蘭 這叫做獨立啊 因為他們獨立公投嘛 克里米亞 要從烏克蘭獨立 往上找你都可以找到宗祖國 加泰隆尼亞往上找找到西班牙 台灣 往上找找到哪裡 火氣啦 花去了嘛 你問獨立的人 你要哪裡獨立啊 火氣啦 獨立的前提一定是 你是一個國家的領土的一部分 還是你就是殖民地啦 這個前提又去問嘛 問獨立的人數說 請問台灣是殖民地 還是某一個國家的神聖 不可能分割領土 台灣是殖民地 請問是什麼人的殖民地 大日本帝國的殖民地 所以我們要獨立是要從哪裡獨立出來 教理說獨立要從日本出來嘛 結果我們台灣人現在的獨立不是 我們現在的獨立是要託立中國的通銀 是不是 所以精神錯亂了 台灣人70年來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在發獨立不獨立 但是我們不知道要從哪裡獨立 而且要為大日本帝國獨立 要經過什麼人的同意 要經過天皇的同意 那經過天皇的同意 蘇格蘭要投票 它也經過女皇的同意 其實女皇有出來喊話 情感訴求 大不列顛 他說大英就是bridge 我們bridge人應該要合一 應該要不要分裂 所以呢 其實獨立是台灣的中國人要獨立的 這不是這個土地上面的中國人 中華民國人 台灣中國人還有兩篇 一篇是要統一的 現在上頭的這些要統一的 一篇想要獨立的 獨立的他們的概念就是對中國獨立出來 想要統一就是要統一回到中國 所以無論是獨立還是統一 上頭都有一個共同國家的觀念 這就是獨立和統一 中國對台灣的定義是什麼 台灣就是頂端有一頂 流亡台北的中國人 叫做Chinese Taipei 以前他就說 Chinese Taipei這些人 所管的台灣 台澎金也這些都是我的土地 這就是中國對台灣的定義 美國對台灣的定義是什麼 那分做政治和法理的台灣 政治的台灣就是 流亡台北的中國人 紅台灣 這叫做台灣 他所管的定義 叫做台灣 但是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裡面 不捨得金碼 所以呢 台灣關係法裡面 只有台澎兩個地方 那這一群人 這一群人所 掌握了這個政權 叫做台灣自己當局 稱為台灣 所以呢 就說 是情況需要 可以解釋 台灣這個字 第二個 法理的台灣就是 軍事占領地 台日本的領土 台灣和平和 在美國的定義裡面有這兩個 但是呢 會割這個呢 一直不敢公開說出來 因為現在是政治 就是國務院在操縱 所以這不能公開出來 變成什麼 亞太的那個軍事力量 會失衡 亞太的政局會改變 亞太的 這個不穩定因素會變多 所以很多事情是 檯面下 慢慢來 是這樣 沉睡的台灣人 對台灣人的定義 又有兩種 就是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台灣 只要 改國號自憲就好了 另外一種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台灣要建國 只要擺脫中華民國 就可以獨立了 這叫做沉睡台灣 沉睡台灣人 對台灣的定義 我們 情感的台灣人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斷開鎖鏈 我不是 那個 不是在說 這個 最近的那個流行名詞 斷開鎖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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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 去摸在這個 台灣人的情感 土地摸在這個 中華民國的體責裡面 我們這個東西要把它擺開 擺開 我們看一下影片吧 邀請台灣參與WHO 是 預法不符 預理不容 預情不和 要台灣兩千萬人 你們需要嗎 早就敢拒絕了 沒請到會了 做的決定嗎 才能用你嗎 防疫之路加入WHO 也是重要的一個階段 但是世界衛生大會 19號在瑞士日內瓦接目 我國是第七度推動 參與世衛組織的行動 宣告失敗 中共發動了盟邦否決了台灣 以觀察員的身份入會 我方立委代表團 不滿中共的言論 就在議場內大喊抗議 但被警衛架出場外 據台灣加油 喊出台灣人 渴望獲得國際公平對待的心聲 今年是台灣第七度 爭取進入世界衛生大會 九個中華民國友邦 在總務大會的閉門會議中提案 以共同防治SARS 疫情作為訴求 要求讓台灣以觀察員身份 列席示威大會 中共副總理吳怡 親自作證獨軍 發動盟邦反制台灣參與 世衛大會 我願意嚴重地指出 邀請台灣參與WHO 是欲法不服 欲理不容 欲情不和 中國政府堅決反對 任何類似提案 尤其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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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中國會這樣說 因為中國如果讓台灣用台灣的名字 加入任何國際組織 這條路如果會通 中華民國就頂於台灣 中華民國如果頂於台灣 頂於中華民國可以用台灣的名字 加入任何國際組織 就頂於 中國 破壞美國的一中政策 所以 誰理你們 你們是什麼人 不是台灣人 是中華民國這一群 流亡台灣台北的這一群 中國人 誰理你們 但是 明天都會把 這頂人 跟本土台灣人 白做會 情感訴求 所以誰理你們 我們看他氣不不 我們就站在 我 我 你 你 所以 美國 美國有良心 美國在說 其實台灣加基 WHO HA 不要去抗爭 政敵的 組織什麼頂頂 是怎樣 因為 SARS 他們說 我看你台灣人 我沒有要把你檢驗 你中華人 我就把你感染 是不是 病毒會選擇人嗎 不會吧 感冒會說 美國人不會得 然後台灣人會得 不會吧 你這樣團團團團 團到全世界 所以美國站在人權 人道的立場 邀請台灣加入 當然用什麼名字 加入那個是另外一個 學問 另外一個法律上的問題 這是 簡單介紹一下 中國人都 贊從台獨的 所以是中國人才有台獨思想 這個 中華民國的教育宗旨 才有誰你看看 發展國民生計 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 勿其民族獨立 中華民國的教育宗旨 勿其民族獨立 所以要推廣任何國家的獨立 這個現在的中國都在統一別人 所以台灣民政府的台灣定義 就是台灣地位正常化 日蜀美戰 日蜀美戰 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條約 條約上面寫的就是 大清帝國大皇帝立必殺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立必殺 一定是有兩兆 你我所簽的 一定有這個東西 下關條約的地方 下關在這個地方 過去的日本 我們帝國就是這樣 白腳 我們把 過去我們的帝國 把這個 壞的風俗解開 女權運動 他是一個平權運動 祖國的建設 這裡有什麼 北東的我們爭 北投意 什麼是意 台語幕又一個 前夜後夜 夜就是在街上 我們有很多新車 這新車 結果都聽完了 這就 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你看 這間是這間 剛才是什麼國家 什麼歷史 什麼資料館 這間就是這間 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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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都有一個 銀盤 上面都拆一銭 這銭 不是 金門街街 不是孫中山 是對台灣 建設 有功的 中毒 還是一些官員 才拆一銭 但是 流氓政策來 看這個賣 我們 全部都拆掉 拆他自己去 以前我們就有博覽會了 世界博覽會 我們阿公阿嬤阿祖的時代 就有版世界博覽會了 中國是最近 開始有版世界博覽會 你看我們的文明 這是以前博覽會的海報 現在還在 日治時期 是日據 日據 如果日據 是什麼據 竊據 還是戰據 剛才有那個條約 所以 他是日治 他因為條約 而取得台灣的 這個主權 其實 那個條約 也沒有現在 所以 沒有所有台灣的主權 只有西半部 只有西半部 祖國的證明文件 你看看 過去 台青 發一個號召 這裡有誰 陳吳氏 為賣問 坐鑽子到安平 日本國 台灣 安平 他是要記住的 日本國 台灣 安平 過去的文件 他才不是 中國 台灣 日本國 台灣 下官條約之後 台灣 就屬於 日本天皇的 天皇的造書 我們新青新聞長 都有這個 這就是文件 福是什麼 福建 其實不是 不是 他在說 何樂為 這個人 他在說 何樂為 這個人 不是說 你的祖宣委 福建來 我小人 聽到討論說 你的祖籍 田祖籍 我不知道怎麼祖籍 我不知道我的祖籍 小人我不知道 我問鑑別 你祖籍什麼 東台義 福建 好 我來消福 就是這樣 但是 日本以來我們家 對我們的通計 對我們的人口 民族的調查很清楚 說 何樂為 都把他貴類為福 還有祖 祖 祖就是說 你還會講 媚婆娥的 祖宣 如果祖宣就 祖宣 什麼祖宣 祖宣 祖宣的意思就是說 祖宣是後來的運用 就是 祖宣就是跟外面 外面比較會通 他會有很多種話 所以 我們媚婆人 媚婆祖的人 就開始學 福秋來了 福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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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Beautiful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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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責 謝謝 我 這是 有新聞釀中 你老婆 在YouTube 說 很這魂 是 對中華民國國民 法律的新聞把它切割開 讓我們的新聞恢復 變成本土的台灣人 這是我們民政府一直要 煩清本土的台灣人 可以用這條法律的路 來埋進的一個目標 今天我的演講到這裡 謝謝